体谈的焦点带您看到 富邦汉将确定由邱昌荣接掌兵符 不过邱总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要思考 如何整顿这个球部球队内部的气氛 因为呢富邦拥有十多位的旅外回归球员 过去呢这群旅外邦跟本土的选手或教练相处有状况呢 是时有所闻 所以现在新任的领队林华伟跟邱总教练镇得住吗 外界也都在关注 这球打在中间防线形成了穿越的安打 获得了授意要冲本壘 这个球才开始回传 来不及趁传球还上到了二壘 继续往三壘跑 这个球再传向三壘滑进去塞 其日富邦汉将核弹头的胡金龙 拥有多年旅美的经验 打击实力强悍是球队不可或缺的强棒 但在去年季初 传出在南英校友的通讯软体群株里 要其他各队打爆富邦 好换掉刚上任的总教练宏一中 消息曝光 胡金龙遭到球团冷冻将近两年 外界也关心 红总下台 胡金龙有机会解冻吗 即将接任领队的林华伟表示 胡金龙是很优秀的球员 是否会考虑解冻 会再跟高层讨论 过去几年 旅外和本土球员内洪问题 直接影响球队和谐与团结 更重创球队成绩 就连红一中这样重量级的总教练 都管不住 不过出身教育的林华伟 未来将英才失教 会和这些旅外球员 一一了解状况 把个人找来谈话 了解他们的心态及态度 也一并让他们知道 球队未来的走向 林华伟在棒球界的经历 和辈分毋庸置疑 如何和邱总教练 化解球员们的嫌隙 凝聚球队向心力 将会是新团队的最大挑战和课题 华智新闻 杨智富 普新宇报导